4月12日,第2节 第2节我们讲的话就会多一点 关于中国隐瞒疫情 我想现在习主席已经发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 这个日本人的名字叫做根本岸狗 他现在开始发现他自己做了根本岸狗 隐瞒疫情根本对他自己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一会儿进去讲 我相信在过去这个星期大家会听到很多KOL 讲关于世卫的事,关于谭德财 很肯定一件事,世卫会慢慢收皮 美国是做了一个我自己预计中会做的事 我自己预计中会做的事 所以我也有听神区说 你要小心,世卫的选举制度 这个应该是一两天前神区有说的 但是我当时一听我已经想了一件事 就是美国是不会再跟你玩的 美国是不会跟你玩的 那果然就是我想的那件事 那跟着呢就抗疫基金2.0 我们也会说 特区政府又再自愿减人工 那些高官自愿 我特别强调 自愿这两个字 究竟是不是真的自愿呢?减12个月10% 最后我们会说这个禁蒙面法上诉庭这个判决 很明显你看到上诉庭是受到一个很大的压力的 我很少见到香港的上诉庭判 判事是判成这样的 判完就差不多等于没有判 说了就等于没有说 我很少见到上诉庭判到这样的 你看到上诉庭现在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 那我们稍后会说 那这个是第二节 那我们都会将今天两条片 就放在patreon里面 那大家如果support我们的后备频道的话 那patreon的连结就在youtube下面 你按下去就可以看到了 那大家如果support我们的后备频道的话 那可以付费 那就是5美元一个月 5美元 那我在所有patreon里面 是没有设计任何限制的 那你进去就可以看完所有片 最简单是一个support后备频道 那我们其他东西就不讲了 因为第一次已经讲了 我们直接进去蒸题 before我讲这件事之前 现在中美的关系是很恶劣的 很恶劣的 可以这么说 由中国在2001年 入了世贸到现在 我是未见过中美关系这么恶劣的 不只是停留在一些口水战 一些所谓战狼外交上面 特朗普已经打断了你中国的供应链 这是第一个 是事实来的 我们不是讲口水战 第二样东西 所以 任何中国的军机飞近台湾 美国都会同一时间出偵察机驱赶 你出一次 我美国就出一次 那我想问一件事 如果现在美国 我承认台湾是中华民国的话 那你中国怎样呢? 如果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民国的话 那你中国的所谓一国论 你是不是和美国反面呢? 现在你看看美国很清楚的 第一 对台法案它已经成立了 第二样东西 它摆明一样东西 我现在就揽台湾 科技的东西 我会放在台湾 Google你那个数据站 可以撤在台湾 但是不能够撤在香港 很清楚的 你看它做的东西 你就知道 不要只听那些战狼外交 那些什么赵立坚 那些什么崔天海 根本在我来说 这些都不是一个角色 那些什么华春莹的 根本就不是一个角色 你看看人家做的东西 人家现在做的东西 就是承认台湾 你Google试试 把大数据放在香港 你猜美国给不给? 当然不给 是不是? 现在美国就是揽台湾 那你中国怎样? 你是不是不和我美国做生意? 对不对? 大家不要看轻 现在美国慢慢地 你看到美国的死亡人数 纽约已经几天都没有增加 慢慢地 当疫情放松的时候 美国就找你存仗了 你现在看到整个形势 美国这次是二十年来 第一次是真正和中国反面的 这个不是和你开玩笑的 当美国和中国反面的话 整个世贸里面 其实由美国对世贸的态度 我已经猜到他对世贸的态度 根本上他现在就不和你世贸玩 中美贸易协议是不经过世贸的 你不用再拿世贸来做挡箭牌 现在习近平开始发现 原来他隐瞒疫情是按钩的 是按钩的 大家先看看这个谭德塞 这个谭德塞很厉害 但是谭德塞 首先就将那个 譴责 就扔掉去 种族歧视 就是说你歧视我们的黑人 根本上就没有人歧视过你的黑人 没有任何这个言论 第二样东西 原来台湾 攻击谭德塞 然后再道歉那班人 那个server 是来自徐州的 那你告诉我谭德塞 和共产党没有关系 谁信 谁信 特朗普说得很明 包括你美国之音都是 最大的金主 就是我美国 美国 是给了四亿二千万美元世卫 而中国只是给了四千多万 十分一都不到 但是你世卫谭德塞 是每一次说话你都帮着中国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是什么 不会人传人 可防可控 美国不应该对中国封关 大家记不记得 最早期 跟着现在又不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 都进不了世卫 对不对 现在特朗普做些什么呢 我直接不跟你世卫玩 我取消所有对世卫的帮助 我自己成立一个组织 大家在整个疫情里面 你觉得世卫其实有什么作用 我可以告诉你 是零 香港是完全不剃世卫所说的 除了这个林郑的七婆之外 是没有人理世卫说的 世卫根本上没有顶尖的团队 它也没有去各地的疫情观察 全部都是靠网上消息的 想什么你讲 大家都知道 整个世卫或者整个世贸 最主要的人就是美国 对不对 大家如果有做过制衣 你就会知道 欧洲的单 是几十万就已经大 但是美国的单 是以百万计算的 因为美国的商品是去到全世界 当美国退出世卫的话 世卫就没有了顶尖的人 全不存在 在特朗普来说 根本不重要 关我什么事啊 我现在自己开一个 全球顶尖的医术 顶尖的医疗 顶尖的科技 顶尖的航天 顶尖的通讯 全部都在美国 最大的品牌都在美国 我不跟你玩 你就自己玩到够 所以我最早期听神区说 我已经说了 因为美国他不知道 你世卫里面 除了谭德塞 还有多少个被共产党收买了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里面有多少人 我不跟你玩就最好了 我不跟你玩 免得烦 乱就有你讲 看别人信我美国 一定信你世卫 是不是 那你世卫 没有了美国 你德国 最大的就是德国 我告诉你 现在全世界向中国索赔的 有什么国家呢 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如果再加上日本 南韩 其实加上台湾 基本上 全世界最顶尖的国家 就在这里了 都跟你共产党不妥 那你习近平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早就说了 你看看小特朗普说什么 特朗普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尽快脱离中国 然后扶植印度 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扶植印度 因为为什么 印度有13亿人 你中国号称有13.8亿 但是你不要忘记 人家的年轻人 多过你10倍 多过你10% 就是多你1亿 年轻人 还有一件事 现在低階的手机 开始已经在印度上了 你中国之前不是一样窮 是不是 你不是做香港的订单 你中国 即不是改革开放 你哪里可以捱到 89之后 去到2001年 入到世贸 美国 已经不喜欢跟你中国做 因为你的东西贵 你现在再加上医疗用品 那些口罩 那些口罩全部 就是临时临急自己做的 那些口罩没有消毒 卖出来的那些 全部都是弱东西 有些打开又有蟑螂 全部污糟糟糟的 接着就趁人家需要医疗用品 不断地输出 赚钱 不是送的 赚钱 而给加拿大就是送的 那十亿个口罩 为什么 你要跟我买五支 你觉得加拿大 会不会买你共产党堆 会不会因为你那十亿个口罩 而放孟晚舟 当然不会 是不是 你以为人家家家是傻的 对不对 中国这些方式是没用的 这些所谓战狼式的外交 你只是令到全世界更加恨你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数字 大家看到 这个是英国 摩这张布置 他说 中国欠他们多少钱 3510亿pounds 是英镑 我们看看 截至到4月9日 就是复活截前 全世界因为武汉肺炎的死亡人数有多少人呢 美国就有14,762个 西班牙差不多 14,792 意大利就17,669 法国10,869 英国7,000多 伊朗4,000多 比利时2,000多 但我们看看截至到4月9日 官方公布 中国 因为武汉肺炎的死亡人数有多少 湖北 居然只有3,215个人 广东8个 河南22个 北京8个 上海7个 现在习近平开始意识到一件事 你自己的死亡人数这么少 我想问一件事 人家是不是应该向你索赔呢? 你死亡人数少 你都没有什么伤亡 你这么少伤亡 当然我向你索赔 你死的那几千人 你跟谁索赔呢? 大家想想想 你想想特朗普 最早期他说不严重 但特朗普后学清了 我说严重点 预期管理 死够24万人 都不可能 现在死14,000 那他就可以 原来我的方案是有效的 只是死这么少人 是不是? 好了 但一件事 中国说你死了几千人 人家当然向你索赔 你怎么向人索赔呢? 你这么少 是吧? 你现在不能够告诉我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们死几十万人的 你现在说不到 我还有朋友 就是说 特朗普 摆明就是美国的 你首先明白一件事 如果病毒 是首先由美国出现的话 为什么美国没有outbreak呢? 有些人说 他将流感 当做肺炎 流感当不了肺炎 肺会纤维化 最早 李文亮医生 吹哨人 其实最早不是李文亮医生 是一个叫艾琳 他的同舌类医生 就是发现有部分的病人 肺部有纤维化 他才知道这件事大事 才和李文亮说 好了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 可以向你中国索败 第一件事 李文亮这件事 你承认了打压他 那就是隐瞞疫情 第一个 第二个 你说了不会人传人 世卫也说了不会人传人 那证实 由最开始 已经人传人 第三件事 你习近平 公布了你是1月6日知道的 那为什么你1月23日才说呢 你说了 说了给美国知道 但是一件事 你先说了给他知道些什么 有没有文件公布 是不是 所有这些事 你都要解释了 你现在通天了 李文亮那14个医生 你是打压的 第一 第二 你说了不会人传人 你说了可防可控 这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你说了给人知道 你1月6日 习近平就知道的 这三件事 你解释不了 人家就可以看你索败 对 有些人就说 喂 中国不会赔给你 没问题 你以为其他国家不知道吗 你以为英国不知道 他不会赔给我吗 你现在坦白说一句 你不赔给我 我就在你有的资产里面扣 是不是 美国有你中国这么多债券 有你共产党这么多资产 我就在里面扣 那你可能会跟我说 喂 如果 那只是打仗而已 不要紧 大家想想一件事 如果 习近平真的敢不让NBA或者iPhone在中国卖的话 在贸易战的时候 他已经做了 你就不要给iPhone在中国卖 你就不要给NBA 你知不知道iPhone在中国开卖 帮中国自己的党里面赚多少钱 很多DNA都是共产党的 大量地下赌波的都是共产党的 那你说 为什么中国那些不行 因为中国那些籃球没有人看 NBA才有人看 NBA才有人赌 安达卖的什么牌子 Filla 外国在美国红的品牌 对不对 你没有这些品牌 你自己的国家 连可以仅有赚的钱都没有 美国所以不怕你 如果全世界都向你索赔的话 那是不是赵立坚陪 是不是崔天海陪 是不是华春莹陪 这些人在我来说根本是小角色 这些所谓战狼外交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的 大家听到 习近平都说 大家要准备外在环境的变化 因为现在看习近平 他应该走的路线就是说 我宁愿不跟你中国做 我都不会开放 我都不会守中美贸易协议的承诺 现在美国就跟你说 你中国最早期跟别人说 因为有大灾难 所以我退了第一年 可不可以不买一千亿 但是现在美国告诉你 我比你更伤 我更伤 我死万四人 我都守承诺 为什么你死几千人 你不守承诺 那你就要继续跟我买一千亿东西 那你中国现在 有没有一千亿跟别人买 你没有 现在别人是预了你没有 你没有 那我就加你关税 是不是 大家知不知道 这次因为 在习近平的如意算盘里面 就是我服了足 服了工就没事了 但是原来美国是剪掉所有订单 有大概八百万的民工 是要回到乡下的 因为出来广州 大市里面 原来没有工 因为没有单 好了 究竟美国好之后 疫情缓解了之后 去到第三季 给中国的订单 会不会原先这么多呢 一定不会 人家都已经想回到美国 人家已经摆了去东南亚 人家已经想回到印度了 那你既然搞这些东西 一定跟着有单 是由中国转移到印度 特别是全世界的医疗物资 原来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不供给我 原来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不让我3M的口罩出口 原来有问题的时候 是政治大过我需要的东西 那我就将医疗物资 当作战略性物资 战略性物资 战略性物资 就跟成本无关的 一定要自己国家做的 你原这些禁截的口罩 禁截的药用棉 禁截的尿布 禁截的纸巾 你都没得做 起码没有一半单 不会完全不让你做 没有一半单 这样的话 你怎么捱下去 但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影响到香港 因为大家看到 Google的电纜 那个大数据中心 不经香港 所以我非常之 怀疑 这个民主人权报告 是会不让香港 有最优惠关税地位 香港很多次大震荡 都是被中国累的 今次都是 你现在看它整个佈局 都不妥当 所以我这个是 非常之担心的 抗疫基金 1356亿 再加上特首 全体司局长 特首办主任 减薪10% 为期12个月 不是林郑两三天的决定 这个是中联办的决定 不是她的决定 为什么我说 不是她的决定 就在她宣布的前一天 早上 在行会之前 林郑是故意出来说了 她说 特首和司长加薪 是根据机制的 她还说 那你们立法会议员都加薪 如果她翌日减薪 她那天怎会说这些 是那一晚 或者是宣布减薪的第二招 鲁惠宁叫她减薪的 我很不喜欢这班所谓官员出来说话 好像死老爸那样 黑口黑面 更惨的那些钱是她的 那些钱都不是你的 如果不是你最早期不封关 如果不是你政府最早期不听那些医护封关 如果不是跟着所有 我都说任何进来的人 全部隔离 全部做快适 我们说过很多次的话 根本香港的形势 是不会去到这么严峻的 不会又做些什么 限聚令 酒吧又不能开 卡拉OK又不能开 麻雀馆又不能开 整条街都没人走 最少一样东西 都有些内部消费 现在她懂 现在她懂 将进来的人 搬去亚洲博纜馆 为什么之前你不敢做呢 我用回周星驰说一句 她在上海滩岛性里面 跟丹眼佬岛有一句 她说 喂 叫你猜就说猜错 说给你听你都错的 两次 去年 是因为林郑死都不撤回 所以才搞到那六个月那么大事 死了那么多人 今次又是中国武汉肺炎病毒 再加上林郑柴的处理方式 其实整个是人祸来的 不是天灾 不是天灾 两次都是人祸 那你减薪是否天功地道 鲁惠宁是对的 我赞成鲁惠宁 因为为什么 根本就是你帮废官容官 办事不力 不减薪是谁 对不对 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件事 减薪而已 不是减薪的 是吧 如果他是自愿心甘情愿减薪的 他一早已经说了 为什么昨天的早上 还在死撑 那你们都加薪 这些什么逻辑呢 这些什么逻辑呢 你现在为什么叫你减薪 因为你做得不好 对不对 你做得好 香港的人每个都安居乐业 每个都繁荣的 没有任何争拗 你林郑不要说五百万一年 五千万一年 你都应该拿的 但你做到这样的话 五元都不值得 快点拉斯吉路 我告诉你 还在那里死撑 你这帮废官容官 整个行会 整帮司长 麻烦全部拉斯吉路 我告诉你 还加薪 还在那里死撑 你也加薪 人家怎么跟你啊 你和特朗普来比 对不对 你林郑是什么 几十年前 背了在政府AO里面 然后因为共产党 慢慢提你上来 整条路我们看到了 不是轮到你做 怎么会轮到你做 不是党在后面发工 你能够今天做到行政长官 对不对 大家心照 这一帮也是全部的子侄来的 由曾蔭权年代 到梁振英 到现在 我们一直说过很多次 究竟这一帮所谓的政务助理 是做什么的呢 由头到尾都没有人答过 年薪 104万至313万的副局长政务助理 林郑说他们不用减民工 因为他们要公留 全部都是纸质来的 就是这么简单 究竟这帮政务助理 究竟这帮政务助理是做什么的呢 他们的工作 值不值得过百万或者三百多万一年呢 一个AO都做到了 那就摆明一样东西 又是亿自己人 就是这么简单 供楼都是原因 香港市民几多人要公留 几多人被人炒了 几多人放Low Pay Leave 我们一会儿看看 抗疫2.0基金 你看到 我经常都不想看这些 为什么呢 出生来 个个都喊口喊面 喊口喊面 好像完全不想派 今早财爷走出来了 我们的赤字有二千多亿 你能够想好他 你几百万一年 不是小人请你 你不是叫我想 你叫我想的话 那你拉斯格路起床 是不是 对不对 现在就叫你想 你没有本事想 你就起床 个个出来 都喊口喊面 喂大哥 现在不是奔喪 那些钱都不是你的 你还有几百万一年 现在好像切他忽育 现在 这个抗疫基金 好像切了他们的忽育 那些钱是你的吗 那些钱是市民的 对不对 很容易计算的 大家不用计得那么辛苦 一会儿我们再说何主角 一千三百五十六亿 我跟你计算 加上地铁那十六亿 我当你千四亿 加上之前的关外基金三百亿 我当你千七亿 千七亿 除香港 七百五十万人 每人多少钱呢 每人两万二 加上之前的一万元 每人三万二 好了 三万二千元 我跟你随条 香港 香港 二月 三月 四月一定的了 这三个月 肯定的 上年反修例 我就当除四个月 每人多少钱呢 八千元 刚好就是最低工资 你够不够 如果你只是用来 如果你只是用来生活的话 因为香港人 某程度上来说 你要交保险 你要公强资金 这两度 基本上 甚至还要买口罩 有口罩 甚至要买口罩 口罩都买了几千元 我告诉你 每个月八千元 其实如果扣保险性那些 可以说 你没有其他的支出的话 省省地 你够的 但是一样东西 如果你要供楼 如果有小孩要读书的话 因为小孩拿不到的 他不是大人 他拿不到的 但是小孩存在的 他要吃的 就可以说是不够的 很容易计算一条数 就是每人八千元 最低工资 一个人可以 一个人是可以的 但是一样东西 如果你有任何负担 你要供楼 或者要养小孩的话 因为小孩 拿不到一万元 那你一定不够 就是这么简单的 随数 他那条数计算过 他不是没有计算过 我们一会儿先说 打工就有九千元 我们说何柱国 这次大家以为我会不同意 你错 这次我同意何柱国 我是同意他的 代付他们两个月工资 减少裁员减薪失业 是对的 但问题在这里 第一 何柱国 你背着什么架头呢 全国政协 他呢 就整天 骂六八九 骂林郑 但是一样东西 他又不敢骂得狠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全国政协的身份 第二样东西 你就只能够在星岛卖 星岛你是想卖盘 星岛你是没有人看 你又想卖盘 你又怕你在香港唯一 只有一点资产 给特区政府玩 你又背着全国政协 你又不敢拼自己的柴 那你不如不要说 对不对 坦白说一句 你卖了星岛 卖了香港的东西 麻烦你回去美国 你一天背着全国政协这个title 你什么说什么都没力 你像刘慕雄那样 对了 你撕了我的大纸巾 我更加畅所欲言 所以我整天都骂一样东西 梁振英 个个人说香港事务都行 梁振英不行 因为为什么呢 香港一国两制是高度自治的 你自己背着官衫 你怎能够自知怎样 个个人说都行 你是全国政协身份说就不行 所以我们说一样东西 何主角 我这次是同意他的 我完全同意他 因为为什么呢 这些事情是特区政府搞出来的 你应该直接给他们工资 减少裁员减薪失业 但你看看他说得多 就着来说 权在你 建议在我 我们拭目以待 大家看到吗 他说得多就着 他又不敢骂 他又想骂 他又要背着全国政协的身份 他又想卖星岛 他又想保住自己的物业 又想美国 对不对 我在香港只有几家资二千 你要玩就玩 这样才可以玩 你又想做A又想做B又想做C 又想不得失共产党 又想不得失香港特区政府 又想不得失美国 你又想骂共产党 又想骂特区政府 没有可能的事 退休了 都70岁人了 退休了 不要再搞了 就是说出来 根本上都没有人相信 你说来干什么 我们就不是一面倒的 你推出这个抗疫基金2.0 有 都好过没有 好过没有 但是你说 第一样东西 刚才我们计算过的数 基本上就是最低工资 对于某一些他要供楼 或者幼小孩子养的 就是不足够的 这是第一样东西 眼看就不足够了 去到4月 我不知道5月6月会怎样 但是现在这样拆下去 已经不足够 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 为什么那9千元 是要发放给雇主呢 人家在外国 是有新领失业救济金的 失业救济金 是直接跟政府拿的 为什么要经过雇主呢 如果你计算的是9千元 最多是半个月上限9千元的话 经理级就炒了 是不是 炒了经理级就没事了 对不对 有一些已经之前被人炒了 他在申请之前已经被人炒了 大家看到 我被人炒了 先玩政府出粮 零售 饮食 哪里熬得到6月 你走去广东道看看你就知道 你走去看陆福 你走去彌敦道那些周大福 是惊人地没有人 里面全部是伙计 好像丧尸那样硬了 站到硬了 坐到硬了 是没有客 没有人会去的 你现在才出 第一他熬不到 第二管理层那些我就炒了 就是他 因为他多个万百元一个月 是不是 网民 政府这一千三百七十五亿 公司完美举一粒 举了一粒就没有补贴 是不是 如果公司举了一粒的话 他一横子都没有 因为你是经过雇主 举一粒收不到 我被人炒了政府才出 为什么政府做事这么慢 那都要搞半年 六月 我们之前的一万元就是六月 正常 应该是出失业救济金的 就是说你去到今年 或者去到上年年尾 你仍然是有 最少三个月的上班纪录的话 你就可以拿失业救济金 就是这么简单 别人是外国是 失业救济金 是直接由打工仔 向政府申请的 那就搞定了 是不是 还有一件事 你的津贴 如果给了老板 老板 如果黑扣了 减了薪金 不给了个伙计的话 那就大量的争论 既然你是想帮打工仔 打工仔 有打工仔 申请七月救济金 老板有老板申请 为什么要分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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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问 为什么 因为他很听张宇仁说的 张宇仁说 不能够做禁酒令 那他就没有禁酒令 张宇仁说 张宇仁是老板 所有的津贴 不是在老板上 是经老板 为什么不做新业救济金 直接给伙计 老板有公司申请 伙计有伙计 伙计有伙计 是最公平的 你一经老板的话 伙计是未必得到的 好了 最后呢 我们讲这个 上诉庭 如何判这个 禁蒙面法的紧急法 上诉庭呢 他就判 他用紧急法是没有违宪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紧急的时候 要赋予特首的权力 必须足够广阔 为什么他不判为例呢 他说了 如果裁定为例 会产生法律缺口 但是强调权力 仍然要受法庭制约 假如危急情况已过 仍然不废除 可以交法庭审议 这一句呢 是极度有争议的 法定敢判 大家看到 现在所谓禁酒令 所谓卡拉OK要关门 所有 食肆 只有开一半 林郑有没有申请紧急法 没有 但是他都可以走 那就是说特首的权力 已经有足够大 已经有足够大 如果危急情况已过 不废除 可以交法庭审议 但是中间这段时间 香港要付出很大代价 喂 特首的权力 已经很大 就是了 那这一句 就已经很大问题 原来他不判他违宪呢 因为他说 如果我判了他违宪的话 就会产生法律缺口 你不是吧 你是看一件事的 是不是 就是说我开了个例子 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这件事现在对不对 最重要是这件事 你看看第二段他怎么判 他说 紧急法下的规例 不会因此而成为主要法例 那你想说什么呢 什么情况先是紧急呢 紧急法是用作处理紧急 及危害公安的情况 为了避免即时威胁 防止情况恶化 行政机关需要有 广泛而灵活的权力去应付 但是问题就是 上诉庭自己都说 他说法例里面 没有为紧急 及危害公安的情况下定义 但是他又说 特首不可以任意引用紧急法 那就是你都说了 是吧 那他说 有需要法庭可作解释 你应该立刻作出解释 究竟 究竟 什么是危害公安 对不对 你看看他整个判决 整个判决 就好像说 他又对 我不是这样判的原因 因为我怕他不喜欢 因为说是有权力 但是他又不是对 那究竟你的上诉庭想说什么 简单说句就是说 上诉庭 又不想那么容易给他得 又不能够给他不得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背后 有共产党的势力威胁上诉庭 所以判到无铃两可 其实问题最简单 紧急法 根本上他这样判蒙面法 就是违宪的 因为 为什么呢 我们看回第二页 各方的大狀 认为 在这个未经批准的集会里面 未经批准的集会里面 禁蒙面法 是合法的 那我想问一样东西 就是说 未经批准的集会里面 市民是没有私隐的 你上诉同意回答这个问题 市民是没有私隐的 是不是这样呢 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 他说 他又不适合 因为如果 在合法的 就是有不反对通知私下 蒙面又合法 他又违宪 那是怎样 在大部分我们见到的情况之下 警方是突然间宣布 很容易而已 真人真事来的 突然间找一条二五仔出来 扔个瓶 就已经可以说 他是 即时停止 15分钟之内 合法就变为法 你走不走得起 这个是真正发生过很多次 不是我作出来的 好了 这一个 还无厘头 上诉庭澄清说 旁观及路过的人 不会被视为 身处于未经批准及非法集结里面 但是你是旁观及路过 因为参与集会是由哪个判的 是由警察作主的 那就是代表什么 权都是警察 你上诉庭 你的法官 就是坐在 坐在庭上 然后听人说看片 你怎会知道这个实况 是不是 如果这条条例 是分了两部分的话 就麻烦你抹开两条条例 对不对 禁蒙面法 只有在非法集会 才不违宪 另外加一条例 禁蒙面法 在合法集会里面 是违宪的 分开两条 那就清楚了 我们最早期已经说过 警方已经有权力 要求市民脱面罩 对不对 我们很早已经说过了 警方 如果你戴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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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他是有权要求你脱 首先 他可以要求你给身份证 记住身份证 记住身份证 如果你不记住身份证 你不合作的话 他可以拘捕你回警局 拘捕你回警局 拘捕了回警局之后 正常 应该在有律师陪同之下 你才可以脱他面罩 警方已经有这个权了 我们很早已经说过了 现在上诉庭才说 就是说整个上诉庭的判决 四个字 无铃两可 等你打到终审庭 你才赢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他又怕得罪了共产党 但是他又想维持他自己的法律 那就判到这样 其实这个判词 判了就等于没有判 判了就等于没有判 你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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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存在的 就不是这个时候违欠 这个时候不违欠 不是 金蒙面法 根本上是没有任何需要的 因为你可以拘捕他 你可以要求他脱下面罩 他如果不脱下面罩 他阻差在办公的话 你可以抓他回去 你加这条罪来做什么呢 对 是不是 他唯一加这条罪的原因就是 希望你们不蒙面 然后我们可以拍到你 你以后我可以抓你 可以在过关的时候逮捕你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不是干什么 你个个蒙面 他怎么抓你 即使你没有蒙面 没有被抓到也好 任何被涉入镜头的 任何在当时的场合出现的话 其实你都在香港特区政府监视镜头之下 当他判断到你 他随时可以抓你 当他判断到你 你过关的时候 他就可以刁难你 可以行政拘留你 他想做这件事 否则做这条罪出来把托 对不对 所以不是太信政府 是根本这条禁蒙面法 是没有需要 也都违欠 就是这么简单 好 今天第二节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第二节我们都讲到45分钟 其他那些我们就不重复了 因为在第一节里面讲了 大家看回营广播就可以了 我们的鑽石九组合 上个星期五 4月9号是增值到112%的 我们的网组合 我们的网织 地产小专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见面 那我们的两个收费项目的收费办法 那我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营光幕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呢 就两节都和大家做完了 那 多谢大家 看完我们两节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 想留言的话 你可以 YouTube留言也可以 Email给我也可以 那也都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后备频道 Patreon 那连结就在YouTube下面 每个月是5元美金 那但是今天呢 我就 两条片都放在YouTube 那我会放一份在Patreon 那大家就不用走来走去了 好不好 那多谢大家收睇 那就要复活节假后 再和大家见面了 那希望大家有一个 开心愉快的复活节假 但是大家记住 不要去人群聚集的地方 和疫情仍然继续的 那大家呢 不要松懈好不好 多谢大家收看 下一节 下一集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